大家好 在這個環節我會介紹私隱公署 上個月出的一個有關開發 和使用人工智能的道德標準指引 這份指引大家應該看到的 我們剛剛是新鮮出爐的 在講這個指引之前 第一個問題當然就是 什麼是人工智能AI呢 其實在不同的文獻是有不同的定義的 就是AI這件事 每一個人基本上都知道的 但是其實它背後的原理 是都相當複雜的 很簡單來說 AI人工智能可以說是涉及一些電腦的程式 或者是一些機器的用法 來模仿人類解決難題 還有作出一些決定的科技 那AI有什麼例子呢 譬如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念容識別這個是AI來的 甚至是一些 voice recognition 語音識別 聊天機械人 chat box 這個很多政府部門可能都有的 譬如說大家的網址那裏有一個 chat box 那個其實就是AI來的 Data analytics 數據分析 大數據 數據分析 這些都是人工智能來的 那也都有一些自動化的決策 或者建議 例如怎麼樣呢 譬如說最近 最近有一個社交平台 那它就將一些video video上的一些是深膚色的人士 這個人工智能 就將它當作是一些動物來處理 那搞到這個社交平台就要出來道歉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自動化的決策 其實都是一個AI使用的例子來的 那或者我給大家一個例子看看 面容識別 facial recognition 面容識別其實背後的操作流程是怎樣的呢 那這個可以很簡單這樣來講 其實就面容識別來講 其實它第一個流程 有關那個人的面 那就將那位人士 譬如說先拍了一張照片 跟著呢 就會是用一些數據的去分析 就是這個人的面上的nodal point 就是它的節點 它有些什麼特徵 就用數據去分析然後記錄下來 然後將這些數據呢 是綜合上來 就造成一個face的template 面部的模板 那其實研究發現呢 可能不講你都不知道 人的面有80至90個節點 那這些數據怎樣去分析法呢 譬如說看看兩隻眼的距離 眼和鼻尖的距離和角度 鼻尖和口角的距離和角度 甚至嘴唇的輪廓 或者下巴的那個形象都有的 然後弄了一個面部模板 template出來就怎樣 可以是作出一些一對一的對比呢 一對一的對比有什麼機會用到呢 譬如說過關的時候 看到這個人的樣子了 這個AI就要看一下這個人 譬如說是不是陳大文呢 就在去的資料庫那裏 就去搜集有關那個面部的模板出來對比了 那這個就是一對一的對比 另外一個對比呢 大家其實都會經常都看到的 譬如說我們的手機上高 我們在社交平台上高 有一張照片拍了的了 那這張照片裏面有一位人士 是誰呢 那其實背後的人工智能呢 已經是在去的資料庫那裏 和你作出對比 然後呢 找到一個相系 一樣的面部模板出來 就告訴你聽 這位人士是誰呢 那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人工智能的功能來的 那我們上個月發出這個指引 其實都有一個背景的 那為什麼要發出這個指引呢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人工智能 無論對生產力 或者經濟的發展 都是有很大很大的潛力的 那而人工智能在香港的使用來講呢 也都是越來越普遍 但是使用人工智能來講呢 也都帶來一些私隱和道德的風險 那這裏呢 我等一下都會詳細和大家再講解一下的 那另外我們也都留意到呢 在全球的發展來講呢 其實國際間對怎樣去監管人工智能 究竟應該是用法例啊 還是用指引啊 都沒有一個是定論的 那所以我們覺得在香港 今時今日來講呢 為了和國際接軌呢 我們其實都應該是發出一個 人工智能的路德標準指引 那我或者就著剛才的項目呢 就解釋一下 譬如人工智能的好處 其實Google在去年一個研究那裏呢 也都是已經看到呢 有百分之78的香港企業呢 都是同意人工智能呢 是有益的 是覺得使用人工智能呢 是會帶來好處 那而百分之62的香港企業呢 甚至是講呢 他們是會增加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資的 那而PWC呢 就是其中四大的會計師行呢 也都是有一個研究呢 是指出 如果是只是看人工智能的影響力呢 大概十年之後 在2030年呢 它就會是增加這個全球的GDP呢 是百分之十四 那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它會增加全球的生產力呢 也都會是增加產品和服務的那個質素 那另外呢 人工智能呢 也都可以是帶來一些個人化的產品和服務的 那其實現在很多時候我們用手機 收到很多廣告 這些其實都已經是一些個人化的服務 是很多時候是運用著一些人工智能 知道你譬如你想去泰國 你想去布吉 那就把這些有關的 那些酒店的資料啊 航空公司機票的資料是推給你了 那剛才我也都有講到呢 使用人工智能其實都有可能呢 是帶來一些風險 那這些風險可以是包括什麼呢 其實可以是包括一些偏見 甚至有些情況是有歧視的 那譬如舉一個例子呢 在美國那裡呢 在2019年左右呢 他們呢 就有些醫院 是用人工智能一個algorithm 就是一個推算的方法呢 就是去計算一下 譬如是二億的病人之中呢 有些什麼病人是需要特別照顧的呢 或者是進一步照顧的呢 那識別了出來呢 就可以將這些病人 是轉介去一個特別的計劃處理 那研究就發覺 那這個人工智能那個推算的方法呢 就原來識別的時候呢 是比較是少呢 是深呼吸的人士的 那發覺原來是他們識別的 特別的需要特別護理的病人裡面呢 只是有百分之十七左右呢 是深呼吸的人士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那原來這個推算的程式呢 這個人工智能呢 是用了一個 是看這些人士呢 這些病人的醫療那個費用 來作準失的 那就看一下 如果他們是用得醫療費用多的呢 就他們的推算呢 就是這個病人呢 是需要一些特別的護理了 那個健康情況呢 就需要是關注的 那但是其實這個程式呢 就沒有考慮到呢 其實一些譬如說 淺膚色的人士呢 他雖然是沒有用那麼多醫療費用 沒有用那麼多錢 那但是呢 一些深呼吸的人士呢 我這裡或者是講錯了少少了 淺膚色的人士呢 是用多了錢的 因為他們那個研究呢 那個AI方面呢 其實淺膚色的人士呢 用的錢是多了 但是那個人工智能呢 就沒有考慮到呢 其實這些深呼吸的人士呢 他們就不只是說 因為他身體的情況 而去洗一些醫療的費用 也都要看他們那個 經濟的背景 那有可能呢 他們的經濟環境沒有那麼好呢 就引致他們那個 醫療的那個費用呢 也都少了 那譬如說 他根本沒有錢 他所以就沒有去看醫生 或者甚至呢 他只是自己去拿藥 那這個都沒有頂的 那所以呢 就發覺原來這個 人工智能的使用呢 是有偏差的 那另外一些例子呢 就是怎樣呢 譬如也是在美國那方面呢 又發現呢 就是這個念容識別呢 其實有三個程式呢 都是會在 是識別一些深呼吸的女士方面呢 那個錯誤率呢 是會比較高的 那為什麼是這樣的情況呢 那原來這些人工智能 最初他們是 是推出或者是 開發這些人工智能的時候呢 所用的數據呢 都是用了比較淺膚色的人士為主 而深呼吸的人士呢 特別是深呼吸的女士呢 那個數據是比較少的 那就令至呢 是得出來的結果 或者去識別深呼吸女士的人士的念容呢 那個錯誤率是比較高的 那甚至可能有些朋友都看到的 那甚至可能有些朋友都看到的 就有些媒體的報導 有些朋友都聽過了 Amazon Amazon有一個是 招聘的程式呢 也都是被人發覺呢 他是偏向是會請一些 男性的認證者 那這個呢 因為他當初呢 是開發這個人工智能的時候呢 就偏向用一些 男士的數據呢 就少了是用女士的數據 那就搞到他們呢 後來是招聘的程式的時候呢 就有所偏差啦 那當然這些偏差的情況呢 就是不應該出現的 那可能大家都會問 為什麼AI 有關私人工處的事呢 那其實這個答案 可能剛才聽了我的解釋呢 你們都會猜到的 其實數據就是人工智能的養份 可以用這樣的比喻啦 而人工智能呢 基本上就是用一個 機器學習的程式 就去對一些數據呢 是進行分析 那而是看回這些數據之後呢 當然它是需要大量的數據啦 那看回這些數據之後呢 就這個機器呢 就會是研究一下 數據與數據之間那個關係啦 有沒有一些規律啦 那也是從中呢 是得出一個智能 Intelligence出來 那所以呢 因為牽涉這麼多數據 那也都當中是包括什麼呢 個人資料 那所以呢 就跟私隱公署有關了 也都是當中的過程呢 是需要符合這個私隱條例的規定 那說到譬如私隱風險包括些什麼呢 很簡單 搜集太多的數據啦 有關的數據 永遠保存啦 根本從來都沒有是delete過啦 沒有透明度啦 用緊人工智能的時候 又沒有告訴那些用者啦 unpredictable use 這個是怎樣呢 這個智能太過聰明啦 令到那個資料的使用的目的呢 是超乎預期的 完全使用者都預期不到的 那另外就是偏見啦 bias和discrimination 甚至是歧視 那這個呢 應該是避免啦 那第五點就是什麼呢 reidentification 就是再重新識別個人的身份 那這點是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呢 如果我們是開發人工智能的時候呢 是需要大量的數據 那其實世界各地呢 在開發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用一些 將那些名啊 或者是真的身份證號碼啊 這些呢就是不用的 是抹走了 或者甚至是給一些假名的這些數據 就是當它們A啊 B啊 C啊這樣 那然後呢 就輸入去這個電腦的程式 那但是因為這個智能呢 實在是太厲害了 它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它是可以將這些數據呢 是再組合上來 組合之後呢 它是居然是可以再識別到 這個個人的身份出來 那這個呢就是需要避免的 那剛剛說了 其實綜合起來來說呢 就對譬如說保障資料原則呢 其實是帶來很大的挑戰 譬如我剛才說了 拿了太多的數據 那我們保障資料原則呢 基本上就是說 你拿足夠的數據就夠了 就不要超乎適度 那這個數據呢 這個數據的準確性呢 透明度呢 那甚至是數據的用法 去那個目的 那如果譬如說 拿了用家的數據 是開發一個人工智能的 你可不可以用在別的目的 跟這個目的完全無關的呢 順便譬如說 作為推銷的用途呢 那這個答案呢是不可以的 那這個呢 在私隱條例呢 保障資料第三個原則呢 是很清楚這樣寫了出來的 那也都看回全球的走勢呢 那其實全球的發展來說呢 自從2016年開始呢 有研究也都顯示呢 全球是不同的機構呢 已經大大小小呢 是出了呢 超過160份呢 是有關這個用人工智能的原則 那如果大家看回這個slide呢 在2018年來講呢 環球私隱議會 那這個私隱公署呢 都是一個會員來的 就已經是發出了一個 有關人工智能 道德標準 和保障數據的宣言 那這個2018年已經是有這個宣言的 去到2019年呢 其實在新加坡和日本 他們也都推出了 有關人工智能的那個 道德框架 或者是一些原則 那另外譬如說 歐盟啊 OECD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啊 這些全部其實在2019年 2020年呢 都是陸陸續續有出一些 有關人工智能的使用啊 開發的原則 那去到去年 譬如去年10月呢 在環球私隱議會呢 因為私隱公署的建議呢 他們也都通過了一個 有關開發和使用人工智能呢 問責性的決議的 那如果看近一點 今年來講呢 其實今年4月呢 歐盟是建議有一個法案呢 是直接規管人工智能的 那如果這個法案是通過呢 其實是很有機會呢 就成為全球第一條呢 是直接監管人工智能的法例 那如果說到再近一點呢 其實在上個月 內地呢也都出了這個個人資料保護法 那而內地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裡面呢 也都是有一些部分呢 是有關於是規管這些 一些自動化作出決策的程式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很簡單的 為大家介紹了 全球那個 有關人工智能規管的發展 那大家會看到 其實呢 全球來說 暫時都沒有說 真的有一條法例呢 是規管人工智能 那在香港來說呢 其實現時也是除了私隱條例之外呢 就沒有一個很明文的法例呢 是規管這個人工智能的開發 和使用的 那所以我們覺得呢 是時候呢 要跟國際接軌 就是所以我們上個月呢 就發出了這個指引 指引呢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幫到呢 企業是在開發 和使用人工智能的時候呢 是明白 是相關私隱條例的要求啦 和可以遵從私隱條例的要求 和呢 亦都可以是符合一些良好的數據道德的 那我們的指引呢 完全完全呢 就是我在這裏都想澄清一下 就完全不是說想宰外 人工智能的發展 相反地呢 我們希望是促進人工智能 是健康的發展和使用 和呢 亦都是希望呢 是配合譬如說 大灣區的發展藍圖 是促進香港成為大灣區裏面的創科中心 和世界級的智慧城市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發出這個指引的目的 那講到指引本身呢 指引本身呢 其實是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大部分呢 是講到這個三大的數據管理價值 那三大的數據管理價值呢 其實我們2018年呢 就已經是私隱公署做過一個研究 那也都在2018年呢 就已經是公佈了 有這三大的數據管理價值 那所以現在我們這個指引呢 只不過是用回2018年 這三個數據管理價值 那這三個數據管理價值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尊重呢 就要尊重是持份者呢 包括用戶的權利呢 他們的利益呢 還有他們的合理期望 譬如說持份者其實是 他覺得有一些資料 是相當敏感的 他不會說希望這個人工智能 是隨便是分享給第三者 或者是那個保安的系統是有問題的 那這些大家要顏為意啦 另外就是護衛 為持份者是帶來好處啦 就用人工智能呢 就不應該是為持份者呢 是帶來一些傷害的 那另外就是公平啦 就應該是避免是一些偏見和歧視的 那而在我們的指引裡面呢 第二個大部分呢 我們是列出了七大的道德原則 那這七個道德原則呢 我們是綜合了 剛才我說的呢 就幾個國際間是最重要的指引 或者是道德框架呢 而是我們綜合了 然後就覺得哪七個是最重要 還有大家都在說這七樣東西呢 我們就勞列出來的 那第一個就是問責呢 就開發人工智能的機構呢 就應該是要有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啦 就是為了就他們使用這個人工智能呢 是要負責啦 還有是作為一些 譬如說自動化程式作出的抉擇呢 是需要提供一些是充分的理據 譬如說有些銀行 是用人工智能去評估一些客戶的信貸情況 甚至是用人工智能的程式去審批一些客戶的申請 那如果譬如說真的不審批到客戶那個信貸的申請的時候 那是需要呢 是提供回相關的理由給客戶的 那第二點是什麼呢 就是人為監督 human oversight 那這一點呢 主要就是說 人工智能的使用呢 仍然都是需要有人為的監督 那而這個監督呢 是需要呢 是和使用人工智能的風險和影響呢 是成比例的 那在這裏呢 我等一下呢 就這一點呢 我會再詳細解釋的 第三點了 就是transparency 透明度和可解釋性 如果大家是機構在用人工智能的 就需要向持份者 包括客戶呢 就是告訴他們 我們現在在用人工智能 和我們相關的政策是怎樣呢 那另外呢 如果是已經作出了一個 譬如說全自動的決策 好像剛才那樣了 已經決定了 譬如說不批准一個客戶的信貸申請 那這個是需要有一個可解釋性 就是要解釋到的 那客戶呢 如果是問到的時候呢 也都需要給一個解釋 就是原本的解釋給回效益 第四個原則就是data privacy 數據私隱 數據私隱其實很簡單 就需要有呢 一個是有效的數據管治 也都是需要符合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的要求 那這個呢 就是數據的私隱 第五個原則了 公平 公平呢 其實跟剛才的三大的數據管理價值呢 其實是相呼應的 就是這個系統呢 人工智能的使用呢 就是要避免所有的偏見啊 甚至歧視 而第六點呢 就是beneficial AI 就是說有益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需要是對使用者是有益的啦 甚至是對使用的機構是帶來好處 也都是要將對持份者的傷害呢 是減到最低的 那這個呢 我們剛才的三大的數據管理價值呢 也都是相呼應的 那第七點呢 就是可靠穩健和安全 那這個呢 就是講的系統保安啦 那系統方面呢 是需要是很穩健的 這樣可以運作啦 還有如果是有錯誤的時候呢 系統本身呢 是需要有一個程式呢 是可以處理這些錯誤啦 那還有這個保安方面呢 其實也都是需要是 用回國際的準則啦 也都不可以那麼隨便呢 就是很容易地被黑客呢 是攻擊到的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七個原則 就是有關那個保安的系統 那去到我們指引的最重要的部分啦 我們指引最重要 和都相當大篇幅的部分呢 就是有關四個 是這個 是開發人工 開發這個智能那個系統 和管理智能系統方面的那個實務指引 那這個呢 其實是 也都因應回 這間呢 是主要的業務流程呢 是設計出來的 那第一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 設定 有關的人工智能的策略 和管治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一點 那我們其實是 就是考慮一下整個人工智能 使用的周期 就從未開發之前呢 就已經開始要想了 就已經要決定這個人工智能那個策略 和那個管治架構 然後第二點呢 就是要進行這個風險評估 就是要實行這個人工智能無形的開發 和這個系統的管理 那這個呢 就是真的去開發的時候 又要留意什麼呢 管理的時候又要留意什麼呢 那我等一下會逐點跟大家再解釋一下 那這個呢 就是要促進和持份者的交通 交流 和他們的溝通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人工智能整個使用呢 不要忘記 我們都是需要以人為本的 那所以持份者那個 是去有什麼意見 對人工智能方面有什麼擔心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這個呢 你會看到是 其實是一個循環來的 持份者有意見的時候呢 我們要因應持份者的意見呢 是去fine tune 是去再調整這個人工智能的系統 那然後也都要 如果譬如說 是有一些重大的改變的時候呢 就要再是評估這個風險 那所以你會見到藍色的箭咀呢 是由那個第四點 促進持份者的溝通和交流呢 是走回頭 這個呢 這個呢 就為之一個循環 那也都是反映了呢 是主要的業務流程 那這個實務指引 為什麼我說這麼重要呢 因為其實我也想呢 在這次譬如在這個指引裏面呢 除了是提供一些 比較high level 原則性的原則給大家之外呢 也都是真的可以實務一些 給大家是真的 切切實實這樣可以推行到 那所以我們這個Practice Guide 在第四部分呢 是提出一些實務的指引 也都提供了一些呢 是例子 在本書仔裏面呢 我剛才都跟大家是介紹過 在本書仔裏面呢 是有一些例子呢 大家也都可以參考一下 那或者我續項跟大家再解釋一下 第一點啦 人工智能的策略和管治 那這個呢 甚至在未決定用 或者開發人工智能之前呢 大家都是需要想想 是那個人工智能的策略是怎樣呢 譬如說 如果是銀行 如果你說我需要用一些人工智能 去分析客戶那個信貸的狀況 那就要定下一個策略 這個人工智能的用處是怎樣呢 你希望是服務什麼的客戶呢 那另外呢 也都是要設立一個人工智能的管治委員會 就是一個governance committee 那這個管治委員會呢 如果你看回我們的指引呢 我們是建議在一個C-level的委員會 就是有一些高級的行政人員坐在裡面的 那也都是會含蓋一些 譬如是IT的人才 或者是部門的主管 那譬如如果是政府部門 你已經有一個PSE Project Steering Committee的時候 甚至你就可以用這個Project Steering Committee 來做你的AI Governance Committee 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覺得這個呢 就可以看回你機構本身的那個需要 和情況來決定的 那這個管治委員會其中一個重要的 重要的東西要做呢 工作呢 就是要是內部培訓 因為始終呢 如果是一個機構來講呢 去推出人工智能的時候 或者去開發人工智能的時候呢 都會有很多新的東西要去學的 那所以內部的培訓呢 都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點呢 風險評估和人為監督 那這個呢 也都是可以在很早期 就已經是做出一個風險的評估 和是一個完整的風險的評估 那我們在指引裡面呢 我們都建議呢 是採取一個風險為本的策略 去評估這個風險是怎樣 就是如果是高風險的時候呢 可能我們就要採取一些 是減低風險的 就是大量減低風險的措施 在低風險的時候呢 我們的措施呢 又會有不同的做法 那也都以風險為本的策略呢 來決定那個人為監督應該是怎樣 那這個我大家會詳細再介紹 譬如說風險為本怎樣去評估呢 在個人資料方面來說呢 就要看一下你用的個人資料是些什麼 那這個呢 譬如說如果大家是用來做一些醫療的評估的 這個AI是這個醫院用的 那當然呢 病人的資料 個人的資料就會使用到 那這個是要很小心地使用 那也都要看一下 這個資料那個數量呢 究竟那個敏感性呢 還有資料的質素呢 那這些呢在在都是要考慮的 那另外就是資料的保安方面呢 還有私隱的風險有多大 如果說說病人的病歷 那這個當然我想大家都會同意 是私隱方面的考慮呢 就要很小心了 那但是譬如說 如果是一些客戶的信用的資料 那這個其實都有很多私隱的考慮的 這個都是需要小心的 那另外就是由一個道德倫理的角度呢 那這個人工智能的使用 那個對個人或者對社會的影響是怎樣呢 比如說我剛才說的那個醫療服務 美國的醫療服務 是影響成2億的病人的 那它是篩選一些病人 去作出一些特別的醫護的服務 那這個對社會的影響很大 那另外就是你的影響那個可能性 比如說你有一些資料外洩事故的時候 你的那個可能性是會怎樣呢 嚴重程度是怎樣呢 那這些都是需要考慮在內的 那另外就是看到 譬如那個風險是很高的時候 已經建議的減低風險的措施 metigation measures 夠不夠呢 那這個也是需要考慮的 那這些因素呢 就在大家作那個風險評估的時候 其實談判都要考慮在內的 那我剛才說了 講到這個人為監督 如果譬如說我用一個表的形式 比較簡單的這樣介紹 風險是很高的 那我們就會建議大家用 Human in the loop 人在環中的措施或者的步驟 這樣來作出這個人為監督 那人在環中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說那個人呢 人呢 或者是使用的機構呢 是要有一個監管的控制權 就不可以任一個機器自己去做了 譬如說剛才如果醫院來講 用一個人工智能去作出一些醫療的決定 那這個就需要譬如說主診醫生 甚至是一個專門的醫藥的委員會 去再看他的決定 那如果是說風險低的 譬如說政府部門一些check box 那個對人帶來的風險是很低的 那這個你們就可以採取這個 人在環外 Human out of the loop的策略了 就是說你可以用這個機器 任由這個機器去作出一些決定 人就不需要介入 那如果風險是中度的話 就用一個Human in command 人為監控 就是說有需要的時候 先作出人為的監督 那這個就是視乎那個風險 而決定那個人為監督的情況 去到第三點了 開發人工智能模型和這個系統管理 那開發模型的時候 相信譬如說很多IT業界的朋友都會知道的了 用到大量的數據 那這些數據要怎樣呢 這些數據那個質素很重要 你不想用一些不準確的數據 因為Garbage in Garbage out 用不準確的數據 結果就是一些不準確的決定 還有另外一點也要提醒大家 是要合法的數據 就不可以說是拿一些 就是根本那個數據 不是用來做這個用途 而你拿來用作來開發這個人工智能 那就不對的 還有數據方面就是要適度 不可以超乎適度 那另外就有關這個智能那個發展 那就是有關這個algorithm方面 就不像剛才這個醫療程式那個推演的方法那樣 就是要用一個是正確的 是適合的推算的模式 還有是有了這個人工智能的模型之後 是要不停這樣去測試 測試到去是百分之一百 或者接近百分之一百的準確 才可以是推出使用 那第三個流程就是怎樣呢 就是要有持續的監督和去管理 那這個包括些什麼呢 譬如說那個監督 或者是剛才我說的那個風險的評估 是需要是有一個在文件上 要好好地這樣傳檔 要記下來 那也是要需要因應客戶那個反應 因為有些能力也不確定 因為那些人工智能的使用 在那上 эт根性目的確定 這方面是否需要更多 所謂的就是要確定 的cast.com 這方面是否需要更多 那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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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這麽確定 那麽確定 那個criteria提得太高呢 這個是要有一個持續的評估 還有是作出一個持續的調整的 去到第四點了 就是跟持份者的溝通和交流 因為始終來說 都是那句 使用人工智能是要以人為本的 所以跟持份者的溝通和交流是很重要的 也都是要有一個透明度 譬如說已經在用人工智能 就是需要告訴持份者 我們已經在用人工智能 還有是需要提供足夠的資訊給持份者 也都要將相關的風險 是要告訴持份者 譬如說這個程式 有可能是提供了一些偏差的答案 如果是有偏差的答案的時候 你就可以怎麼做呢 或者是不是需要聯絡有關的機構呢 這個是需要提供給持份者 另外我們的指引也都建議大家 是有一個OP OUT的情況 就是持份者可以選擇是不用這個人工智能 還有持份者呢 如果是發覺有一些是不準確的地方 它是可以要求更正 也都可以要求有關的機構解釋 這個我相信大家如果融開人工智能 的機構可能都有這方面的經驗 最後那一點就是要有一個OPTION 就是人為的介入 這個譬如說大家去訂購 譬如說車票 去到一個網址 用這個CHECKBOX的功能 就問了很多問題 但是都解決不了問題 就會建議大家其實都給回一個 譬如說熱線 或者電郵地址給回一個客戶 讓他真的解決不了他的問題的時候 是可以直接找到一些接線生 或者是部門 或者是機構去回答他的相關問題 那我在這裡的介紹就告一段落 或者我把時間交回給總監 謝謝 OK 是的 好 謝謝 正如剛才主持人介紹 我們這次的介紹就會說 特區政府如何應用人工智能 和相關的一些道德規範 或者是如何跟隨專員公署 剛剛推出的開發 和使用人工智能的道德標準指引 我首先就會做一個介紹 政府最新的一個方向 以及如何應用人工智能的一些例子 那我的同事Anthony 他主要就是會介紹一下 我們也都新近推出的一個 和開發人工智能相關的一些 道德標準的指引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適用於政府 政策局和部門的 也都有助政府內部 如何規劃和應用這些暫新的科技 以及提供了一些指引給我們的政府部門 在應用這些科技的時候 就有一個適當的考慮 下面的資料 就要來開發 首先說一些基本概念 關於人工智能的一環 其實如果有參與過這些發展的 大家都可能會聽過一個叫做圖靈測試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看看一個你見不到的一個人 和一個機器都是見不到的 兩個想應付你相關的理解和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用一些語言詢問 這兩個不同的物點或者代表的人物或者機器 如果透過一連串的問題 發問者都分別不了究竟哪一個是機器 哪一個是人的話 即是說這個機器就成功通過到圖靈測試 即是說這個已經達到了一個人工智能的水平 其實人工智能有很多不同的技術 的一個整合來的結果 所以令到這個機器能夠好像人類一樣 有一個某個智能的水平 比如說他的那個感知 理解和行動和學習方面 所以人工智能不能單單 演繹成為一個單一的技術 亦都因爲是這樣的 所以變成不同的人 可能對人工智能的定義 都未必是完全一致的 而機械學習 電腦的視覺和自然的語言處理 簡稱NLP 這些技術都是人工智能領域的一部分 而每一種技術 在它自己的發展方面 譬如說透過數據分析和一些自動化的結合應用 就可以幫助到我們個人或者一些企業 去實現優化它的服務的不同的目的 如果政府來說就是我們提供一些更加 貼近市民需要的一些政府服務 或者一些政策的決定 這些都是一些人工智能的不同的應用 在這裡想提出兩個概念 簡單來說 我們一些做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些學者 或者一些機構 簡單來說 我們會分成兩種人工智能的應用 一種就是狹義的 Narrow 或者叫做弱的人工智能 另一種是general 或者是一些通用的人工智能 那麼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很大部分的應用都是一些叫做狹義的人工智能 比如說我們較為熟悉的遼天機械人 或者是他執行一個單一的任務 或者一組和那個任務密切相關的一些任務 例如我們利用人工智能做一些天氣的閱測 利用人工智能做一些數碼的助理 那麼這些都可以優化了我們的業務和數據的分析 那麼在這些應用上一些功能強大 可以改善我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 那麼但是這些的應用 你會留意到是一個比較單一的 比較集中一些 我們叫做一些比較focus的範圍 那麼這些那麼專注的應用 那麼其實我們就總括來說 包含了叫做一個Narrow的AI 那麼而通用的AI呢 其實就好像大家看科幻片那樣 就是說這個機械就已經有自己的感知能力 可以模仿到人類的智能 進行一些戰略性的 一些比較抽象性和一些創造性的思考 能夠處理一些複雜的任務 不再是一個單一的規範性的任務 那麼這些就好像 這些機器就可以取代了人類去執行某一些任務 比如說一些比較危險的一些工作 或者甚至乎是幫助到人類做一些的決策 那麼但是這些當然了 現在暫時在科技領域的發展裡面 都未去到這個階段 暫時來說我們看到的都是一些 比較合異一些的人工智能 就是一些人和機械的協作 那麼機器就等於或者人工智能 就等於好像人類能力的一個延伸 就不是一個替代品 那麼這裡就是有兩個不同的分別的 好了 那麼接下來呢 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人工智能的最新發展 那麼其實 隨著我們這些芯片的處理功能 大大提供 而成本也都不斷地下降 那麼現在要進行一些機械學習呢 一些都不難的 那麼譬如說大家的一些流動裝置上面 其實已經有一些 內置了一些譬如說 圖形處理器的一些晶片 又或者是一些 用來做機械學習的一些晶片 那麼這些的晶片 其實就可以透過你那個流動裝置 就已經可以做到一些人工智能的應用 譬如說它可以做到一些圖像的分析 或者譬如說可以令到它可以看得到 又或者感受到一些動力 一些的動作 而從而呢 就可以透過它 感應到身邊周圍的一些變化 就可以做到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應用 又或者是用一些動力學模型 去預測一些的動作 又或者呢 隨著時間去演變 就進行一些調整 那麼這些的應用範圍呢 有很多種的 譬如說我們的自然語言的應用 最為人熟悉就是我們的聊天機械人 那麼這些聊天機械人呢 就透過它不斷地去吸收不同的問題 搜尋答案 不斷優化它自己的答案那個 那個質素呢 那麼就令到它越來越更加接近 好像跟人去溝通那樣 那麼也都是一個比較 是最受歡迎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應用 其中之一的 那麼也都可以透過一些圖像的分析呢 那麼透過人工智能呢 那麼透過人工智能呢 這些也都呢 是不需要任何一些後台的系統呢 你們的終端機 譬如說一些流動裝置都已經可以做得到的了 那麼而氣象界一直呢 就都是應用著人工智能呢 來協助我們做一些 天氣和氣象的分析和預測 那麼利用 我們人工智能裡面一些電腦的視覺技術 和對象的追蹤技術 就是object tracing的一些 object tracking的一些方法呢 就通過推斷未來幾個小時 可能就會看到的降雨區域 雷暴的預測 和雷特的回波 那麼這些都是我們其實 現在一些政府部門呢 都是積極採中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 技術和一些的應用來的 那麼至於說整體來說 其實我們想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呢 也都是用著很多不同的人工智能 和大數據分析的一些新興技術的 例如說特區政府在2017年呢 12月就已經公佈了我們首份的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那藍圖呢 其實目的呢 都是希望令到香港構建成一個 先進移居的智慧城市 那些辯民離商 藍圖裡面推出了六個不同的智慧發展的範疇 全部的範疇都是和市民和香港經濟發展 息息相關的 而這六個範疇裡面呢 我們推出了76項的措施 當中呢 有一些的數碼基礎設施呢 也都在過去三年裡面呢 相繼落成的 其中一個值得提出的呢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政府 私有雲端的平台裡面呢 構建了一個大數據分析的平台 這個平台呢 也都加入了一些人工智能 應用的一些組件和一些工具 方便配合部門呢 推薦一些智慧城市 或者智慧政府的應用的時候呢 就進行一些大數據分析 和一些人工智能的應用 而我們醫院管理局呢 也都在2019年呢 就設立了一個大數據分析的平台 也都希望是可以促進到 在醫療方面相關的研究的 那麼我們特區政府去年12月呢 也都發表了藍圖2.0 更新了很多現在的措施 提出了總共超過130項 新的智慧城市發展的措施 所以目的也都希望可以使市民呢 能夠體會到創科 帶給他們的一些的益處 和一些的方便的應用 那麼而在藍圖2.0裡面呢 也都有一些相關人工智能 應用的措施包括不同的部門 採用一個聊天機器人 我們的貨物的大數據先導系統 我們的譬如說一些招牌識別的系統 這些都是應用了人工智能 和大數據分析的技術 那麼由此可見呢 其實這些技術呢 在數碼創新方面呢 帶來了很大的機遇 也都幫助到我們香港呢 推展智慧城市和智慧政府的發展 一個大家都很關注的例子呢 就是智慧出行 在智慧城市裡面呢 六大發展裡面的範疇呢 智慧出行是一個很重點的發展的項目 也都是各個不同的城市 發展智慧城市裡面呢 非常關注的 因為大家都很理解 出行啊 或者我們一些跟交通有關的應用呢 是一些很實實在在的 體現到一個城市的智慧程度 以及怎樣變成你們的程度 而在智慧出行方面呢 我們通過使用人工智能呢 可以更加主動快捷地分析 以及收集交通和運輸的數據 那麼人工智能也可以利用一些 一些好像跟人一樣 對實時的情況進行一些分析和反應 例如一些交通事故啊 一些的一些 惡劣天氣的一些預警等等 那麼而透過這些分析 也都由於我們那個 有強大的處理和運算能力呢 那麼這些 也都可以適合人工智能作為一個深度學習 那麼這些系統呢 可以幫助到我們呢 是識別到不同的交通事故 解決了一些複雜的交通情況 以及呢 就是提出了一些預警的情況 那麼令到呢 我們可以通過大數個分析 發現到一些公共交通服務 一些暫新的需求 以及一些趨勢 以及在我們預測交通事故的時候呢 有更好的一些規劃 那麼很快地這樣呢 回應到一些交通網絡上面 可能出現的一些情況 那樣 但是當然啦 就是剛剛我說了很多 人工智能 以及大數據分析的應用呢 是可以幫助到我們 構建一個優質生活的智慧天氣 越來越多的業務領域呢 應用人工智能 以及數據分析技術 也都可以提高 運算的 他們的營運的效率 以及提供到給市民一些 暫新的服務 但是呢 這些暫新的技術呢 同時也都會帶來一些 新的挑戰 隨著人工智能 和數據分析的技術 日益普及呢 公眾開始關注了 這些技術 對私隱 對數據安全 以及對這個道德的問題 的規範呢 這些呢 都是一些人工智能 帶來的一些挑戰 譬如說我舉一些的例子 下一張 是的 那這裡其實一些 活生生的一些 現時發生的一些例子呢 也都是一些個案呢 就反映到 應用人工智能呢 如果你是沒有一個規範的話 那帶來的一些挑戰 例如說 譬如說我們用人工智能 取代了人去審批一些申請 一些信用評級等等 那這些呢 有機會被人說呢 那個抉擇呢 很欠缺透明度 也都可能會帶到一些歧視的 一些的決定 那譬如說 也都有一些人呢 可以應用人工智能呢 識別一些情緒 或者識別你的客戶的一些採購的 或者一些他的傾向 或者他的那個偏好 那但是這些呢 如果你用得太過分的話 也都會有機會被人 視為侵犯了私隱 或者侵犯了人權 那樣 那而人工智能 既然是一個這麼強大的技術呢 也都會有一些 應用呢 就像一些叫做 偽的應用 或者一些深度的偽裝的應用 那可能大家都會見過一些的例子 在網上 就是譬如一些照片 一些圖片 出現了一些人物 他們的面容 他們表達的一些的語言 或者一些的演說 其實呢 是一些偽裝的技術來的 偽裝的程度呢 幾可亂真的 那這些有機會就會變成 用得不好的話 就會產生很多虛假的訊息 也都會導致呢 對個人 或者一個機構 甚至乎一個城市 它那個聲譽的風險 也都會造成一些社會的混亂 那又或者 如果你去到一個階段 是用一些人工智能 做一些預測性的 執法工作的話呢 那這些人工智能的模型呢 可能會 往往是偏向了 針對某一個 族群 某一個膚色 或者某一個種族 某一個年齡層 或者某一個 年齡群組的人士 那這些會不會被人覺得 是有一些帶有歧視色彩的呢 那當然了 機構可以應用人工智能 黑客組織也都有機會 是可以透過利用人工智能 輸入一些虛假 製造一些虛假的數據 去擾亂你的人工智能的系統 和擾亂你的決策的算法 那如果一些機構 甚至一些政府部門 是透過自動化的決策模式 去做一些決定的話呢 那就會正正中了一些 黑客的圈套了 那這些機構 使用人工智能的時候 會不會引起一些責任的風險呢 那這些我們都是需要關注的 那所以在這一方面呢 其實全球呢 在過去幾年呢 都有很多地區 一些國家一些組織呢 開始著手研究 相關的一些道德規範 一些道德原則 可以希望呢 提供到給機構和組織呢 在設計和開發人工智能的時候呢 是可以有一些的規範 有一些的遵循的 譬如說我們國家內地啦 澳洲啦 歐盟 英國、美國這些先進國家呢 其實這些組織也開始建立 一些某一種形式的人工智能的策略 或者一些應用的備忘錄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開發的原則 希望呢 是有一個應用的時候 有一個規範 那特區政府也都明白呢 推行這些資訊科技項目的時候 和公布的時候呢 必須是對應用人工智能 和數據分析所涉及的一些道德規範 和一些資訊保隱的風險呢 加以適切地考慮的 那令到決策局和部門呢 在規劃和應用這些暫新技術的時候呢 可以有明確的指引 那所以呢 我們看到呢 其實在早於2017年呢 香港已經是 香港已經舉辦了一個 國際資料保障和私隱專員會議 ICDPPC 那這個會議呢 其實就已經開始了 提出對人工智能道德 而在2018年呢 個人私隱專員工署也都發佈了一些 處理數據 正當性的一些研究項目 那這些之前呢 專員呢也都會有一個介紹呢 那這裡我不詳細說 那直至呢呢 我們在2019年呢 香港金融管理局呢 也都發表了兩份的通告 那就希望呢 是在制定應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裡面呢 提供一些高層次的一些原則 並在就採用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的消費者保障方面呢 提供了一套的指導原則的 而特區政府呢 在這一方面呢 也都在去年呢 展開了一個顧問的研究 希望呢 就可以制定了一套 應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的一些原則 和一些技術指引 給政府部門是可以採用的 我們剛剛在去年呢 八月就推展了一個這樣的顧問研究 希望可以制定了一些 和人工智能和數據的分析裡面的一些倫理 和一些的規範 一些的道德規範裡面呢 就希望做一些的研究 那參考不同的國家 比如說國內 和一些先進發展的國家 它的規範性的一些文件 那從而呢 就是提供一些的指引給我們政府的不同的部門 就是抉擇各的應用 那也都呢 一直和私隱專員工署 在制定他那個 人工智能道德框架裡面呢 的一些的指引裡面 一定一直保持著的聯繫 希望我們制定的一些的原則 和一些的指引呢 是可以配合到 專員工署推出的一個 最新的一個 應用人工智能的一個指引的 而我們剛剛去到 剛剛上個月呢 八月十八日呢 我們就發佈了一個 給政府內部採用的一個 人工智能道德框架的一個指引 那這個指引的目的呢 是希望可以 給管理人工智能 應用程序的開發和部署 和發揮人工智能 在資訊科技項目中應用的優勢 也都希望協助 希望可以協助部門 了解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 在各個政策和業務範疇的應用 促進和指導部門 對人工智能 和大數據分析的道德使用 便利部門考慮 他在他的業務裡面 應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時候的 道德要求 監管和評估這些 這些資訊科技項目的合規性 協助部門 識別 和管理在資訊科技項目裡面 採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的潛在封點 和製作一些補充性的 一些操作性的指引 例如關於私隱 數據安全 和數據鼓勵方面的指引 接下來 我將時間交給我的同事 趙善恒先生 Anthony 會跟大家深入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人工智能 道德框架裡面的一些詳細的資料 交個時間給你Anthony 謝謝大家 大家聽得清楚嗎? 好的 那我可以開始了 其實我們資科辦在8月推出的 人工智能獨立框架 基本上有四個大元素 第一個就是Ethical AI Principles 正如剛才專員說 我們也是專員那份文件裡面 也有七個原則 基本上我們除了這七個原則之外 也針對政府內部和政府特別做IT project的一些規範和需要 我們另外再加多了五個原則 方便到政府內部和部門參考的 在以下時間我會詳細再介紹 另外一個就是人工智能的 人工智能治理架構 AI Governance Structure 我們也訂立了一個在政府內部 推行人工智能項目的一些架構 目標就是想把一些角色 供應的規範和權責 也都定不清楚 當中我們也有三道防線 待會在稍後的範圍裡面 我也會詳細說 第三個部分就是AI Practice Guide 針對上面的AI Ethical Principles 我們也是就著IT project的一些生命周期 就不同的階段也都定下了一些實務指南 也都是那些實務指南 譬如說在申請撥款的時候 要考慮一些事項 或者如果要去採購一個 FIRPARTY的AI Solution的時候 可能要考慮一些東西 人工智能的道德原則 剛才ADA都說了有當中的七項 我在這裡 我就特別地研究其餘的五項 是特別適合在政府內部的 一些project management裡面的項目 包括什麼呢 就是包括多元及包容 可持續性和公正轉型 合法合規 安全性和開放協作 那麼多元包容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其實是指什麼呢 就是應該我們在做一個AI Project的時候 因為常常都會採用到一些 叫做Training Data 訓練數據 所以應該在做這些project的時候 就盡量要有一個廣泛的團隊 還有要將所需要的數據 盡量coverage 要越闊越好 目標是想令到那個AI那個模型的訓練 也都可以cover到不同的背景 甚至種族、性別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考慮在內 可持續性及公正轉型 sustainability and just transition 其實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除了AI的普及 亦都越來越多政府的公共服務 是需要用到AI的 市民當interact with這些政府 公共服務的時候 他們都要開始要習慣 比如說好像利用一個 連接機器人這樣 都是從一些普通的 一些help desk的一些市民 跟政府的interaction是有所分別的 就是說這個我們也都建議部門 在設計他們的AI系統的時候 也都需要考慮這一點 能夠使市民開始習慣 原來是用一些叫做AI Enable的一些公共服務的時候 其實考慮的東西 就是合法、合規 在政府內部除了一些legislation之外 也都在政府內部 也都有很多規矩的 當然部門當構建一些 電子公共服務的時候 如果用到AI的時候 系統和服務 一定要符合到政府內部的法規 Safety 安全性這個就是必然的了 其實在人工智能的一個項目 推出之後 也都在不同的生命周期的時候 也都要確保AI服務 是一個安全性的 cooperation and openness 開放協助 也都就是盡量去開發這些的 在政府內部開發這些應用的時候 人工智能的時候 應該要跟不同的持分者 相關的持分者 包括內部或者外間的持分者去溝通 目標就是能夠構建出來那個AI系統 或者服務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跨領域 跨部門性的一個協助文化 AI governance structure 我們也都是 因為政府內部也有一套 恒之已久的IT project 的governance mechanism 我們基本上就在這套框架之上 針對應用人工智能的技術 我們就加了一些新的元素 基本上是有三道防線 第一道防線就是那個 叫做project fund line 基本上IT project AI project的團隊 就負責應用系統的開發 評估一些影響 我們建議他們也要進行 一個之後我會說的 AI impact assessment 也要記錄下相關 那個assessment 看到的一些風險 和一些風險的管控措施 第二道防線 就是通常這些project 在我們政府內部 都有些叫做project dealing committee 和也都有一些叫做project assurance team PAT 我們也都建議 PSC和PAT的members 就是在政府內部 就是當那個project 要應用到AI技術的時候 要去考慮之前做的風險評估 要看一下究竟那個benefit 和那個risk control measure 確實是足夠的 最後第三道防線就是departmental governance 也都通常涉及到部門的一些高層的決策人 譬如說 例如departmental IT 或者是e-steering committee 或者是e-business coordinator 這些的角色 正如剛才AW所說 就是說如果有需要 我們可能也都需要 值得可以考慮 engage一些external的一些party 去形成一個optional的ethical AI committee 尤其是如果那些相關的AI project 是涉及的影響是非常之大 或者甚至可能是一些高供應的project的時候 那就是說 整體來說 就希望透過這個三重架構 就是能夠令到政府 做一個AI project的時候 就是有一套權 有足夠的check and balance 和control 在不同的風險評估方面 作出一個適當的考慮 在我們那個ethical AI framework裡面 亦都有一個元素 叫做AI impact assessment 人工智能評估 那其實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是一套 一套系統性的一組問題 是去幫助project的developer 去思考和評估 在個項目不同的週期的不同 應用人工智能的不同的風險 還有要評估相關的好處風險 risk analysis 還有要看一下如果那些風險 需要take的時候 究竟管控的措施是什麼 那這個人工智能的application impact assessment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讓部門 識別到分析平衡你人工智能應用的恐處和影響 那麼在我們那個impact assessment裡面 亦都有我們叫做八條的risk gating questions 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有些AI的project 就可能影響就是這麼大的 但是有些的AIproject 譬如說 例如人工智能會不會涉及到對個人 或者是實體有重大影響和法律後果的自動化決策 又或者會不會那個人工智能的系統 會涉及到個人資料的數據 或者是大量的個人資料這樣 那如果是這些時候 也需要去到我們的第三度防止 就是需要去到部門最高層那裏 作出一個批核 AI practice guide 這個我也很快說了 其實針對我們的ethical principles 它就在project的不同的life cycle 不同階段 包括設計、開發、營運和維護方面 作出一些建議 那最後我就舉幾個例子 也都可以illustrate practice guide 其中一個就是一個 那個principle就是data privacy 那我想之前專員都說了 這個方面是特別需要注意 那如果我們要做一些AI project的時候 尤其是要做machine learning 如果涉及一些個人資料的一些數據的時候 那我們應該要將這些數據 要匿名或者是完全 或者要用一個化名的形式 那就可以避免一些個人數據 去避免出來 Human open size 那剛剛上述第一部分 阿珠怡也都說了 那其實都是由最 就是由最小control 的human out of the loop 譬如說有一些的應用 譬如說一些叫做 字幕化個人線的廣告 那這些都沒有太大的閹路的時候 那基本上就不需要 有一個人為性的一個參與 那也都再上一層就是human command 那也都是可以 譬如說有一些系統 那也都要適當地 可能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那個系統自己處理 但是也都適當時間 也都可以有一個人為的參與 那最後呢 就是有一些比較高風險的系統的時候 也都可能那個AI也都不會完全自動化的 也都需要最後一個人為去看看 究竟那個AI的決定是怎樣的 那reliability, robustness和security 那這個想提出一個項目 就是其實做一個AI系統 沒有100%準確的 就是我覺得那個叫做feedback 或者那個回饋機制呢 也都是十分之重要的 譬如說好像我們資科辦 我們在2019年launch的Bonnie 我們的聊天機器是這樣的 也都有一個環節是特定 他很刻意問個市民 究竟我答不答到你的問題 如果答不到的話 麻煩你給點建議 那這些呢 也都可以令到那個AI系統 成為了liability和robultness 越來越加強 那fairness fairness大致上 就因為AI系統一定要涉及到機器學習 而機器學習是學習什麼呢 就是學習數據 那所以在那個數據那個coverage 究竟會不會那個數據biased方面 這個也有特別的注意 最後一個例子就是safety 那因為有時候做機器學習的時候 除了政管外部部門內部的數據之外 也可能需要一些fair party的數據 那究竟那些fair party 或者甚至public domain的數據 究竟是不是安全的呢 會不會是一個錯啊 假的東西呢 而影響個AI模特兒呢 這些呢 也都需要考慮的 那 那 這張就是我最後的一張sled 那 也都 因爲 因爲AI ethical AI的發展 也都是不斷的 那 那 我們會 支科辦 都會 跟公署 我們都會 繼續去檢視 內地 和世界各地 和國際組織 在這方面的發展 那 我們也都 支科辦 也都會適時去更新 我們的ethical AI framework 那我今天那個分享就是這麼多 謝謝大家